大半夜车子准备进到停车场 通过第一道栅栏后往下进入坡道 就在要通过第二道铁门时 铁卷门突然降下来直接夹住车头 压下来之后他就直接把车子夹住 他也没有往上弹 就是直接卡住了 车子被夹住车主赶紧下车请管理员帮忙 不过等了十分钟铁卷门才拉上来 但车子的引擎盖和挡风玻璃都已经受损 开车的是曹先生的女友 18号晚上他因为聚餐喝了酒 请女友来载他回家 因为车子底盘低 女友要进社区地下停车场 只能慢慢开 但社区停车场铁门设定30秒后关起 开车的女友不知道已经倒数计时 结果铁卷门降下撞到车子没有反弹 车子被卡在铁卷门下 因为正常来说铁门应该就是可能 你夹到他就会往上弹 没想到就是夹了 他就真的就是夹住 对然后当下我就真的很紧张 我就只能一直踩着刹车 然后都不敢动 曹先生事后向管委会反应 但管委会表示是车子停在坡道太久 超过快关时间才会被夹住 最后曹先生还因为是租客身份 被踢出群组 现秒数我觉得都合理 但重点是第二道铁卷门的时候 你也没有秒数给人家看 如果今天压到人压到小孩 那你没有反弹 那事情就很严重 其实现在不少社区或公司停车场的铁卷门 都有房夹设计 碰到人或物体就会停止或反弹 另外也有以红外线感应 只要感应到物体就会停下 现在压到的时候 他就会上升15公分停止 让被压到的人可以安全地离开这个现场 曹先生社区停车场入口处 的确有倒数30秒的计时器 但第二道铁卷门有没有防夹装置 管委会不愿回应 曹先生的车是500多万的双B车 颜色是特殊选色 现在板金和挡风玻璃毁损 维修费要6万元 不知道该怎么求偿 更担心万一有人被夹住 恐怕会有伤亡意外 东森新闻 谢中华 林天静 蔡林翰 在台中采访报导 停车场内女子打开车门 注意看她的手抵着车门边 旁边是特斯拉 难免会心惊惊惊 但这时 特斯拉突然往前开 痛痛痛真的很痛 手就夹在中间卡了五六秒 特斯拉才退退路 女子的家属气到冲上前 疑似要找驾驶理论 短短23秒的影片 一铺上网就引起热烈讨论 用近了三百多则留言 有网友直言两个都是宝 有人认为女子开门用手挡 已经是满满善意 为何特斯拉店门一踩就往前冲 还有网友分享经验 手拉着门可以 但贴在别人车上就很危险 而如果是停车格太小 也可以开出来之后 再让乘客上下车 更有网友很酸帮驾驶说话 直出女子的行为 就跟把脚放在轮胎底下 起步时被碾过一样 不过也有人持相反意见 觉得起步前都要确认 四周有无状况 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公车行驶途中 但学生却边笑边手忙脚乱 因为后背包直接被车门夹住 想要硬拿还拿不下来 几名学生无奈之余 只能苦笑 等到下一班抵达 车门关再取包包 那如果开的时候 它的回转半径避免去夹到乘客 所以才设置这禁止站立区 怕乘客站太靠近门边 人或物品被夹到 一般公车车门都会划设黄色区块 前后门的区域还有不同 一般大公车都会有这个黄色区域 告诉乘客千万不要站在这边 以免会被夹伤 不过其实在前门的区域 黄色的范围更大了 站在这边会挡住驾驶的视线 以及阻碍乘客上下车 要是乘客站在黄色区块 驾驶都会提醒不要占人 但尖峰时间人一多 还是会有人站 因此车门边的防夹装置设置不少 过去就有人伸手刷卡被夹伤 后续就有加装隔板 避免类似问题在发生 另外车门也都会有黑色胶条 一旦感知到压力就会自动弹开 人站门边门一关 不用一秒就弹开 就算伸手也会秒感应 现行的公车为了避免乘客被夹伤 都需要加强检测车门的防夹装置 而交通部先前也完成修法 市区公车驾驶只要被认定有疏失 导致乘客上下车受伤会祭点 最终还可吊扣驾照六个月 只是除了驾驶有责任外 乘客也得自己留意禁止区 避免受伤得不偿失 东西新闻陈玉祥 蔡娟琪台北报道 一大早六点多上班上课时间 马路上车来车往 这时一辆公车经过 后车门的地方 却有一名女学生在旁边跑 仔细看原来女学生的便当袋 被车门夹住 整个人被公车往前拖行 跑了十公尺左右才挣脱 从侧边行车记录器看得更清楚 女学生父亲骑车载着她追公车 把安全帽脱掉后 她一只脚跨上去正要上车 司机却突然把门关起来 导致女学生的便当袋 和雨伞被夹住 车上行车记录器 清楚录下女学生 右手敲车门的声音 车上乘客目睹一切都吓坏 惊魂公车门夹人事件 就发生在25号早上6点 桃园中立中山东路三段 事后女学生在家人的陪同下 到医院验伤 左手臂挫伤 以及到警局报案 对客运司机提告过时伤害 相关赔偿事宜将交由 双方当事人后续进行协调 我们会再加强教育 我们的所有的驾驶 在车辆车门关门前 以及起步前 再多注意一下 再做起步的动作 附近民众听到有学生 被公车拖着跑 都觉得难以置信 是有点离谱啦 因为正常来说 司机他的都会有那个 控制的画面 监控的画面 不过司机开关车门没注意 恐怕被依盗交条例 即违规点数三点 或是掉扣驾照三到六个月 只是上学途中 被公车门夹住还往前拖行 女学生以后恐怕 搭车上学都有阴影 东森新闻 小明丹青环在桃园报导 就他门就直接突然就夹住 就直接关上 然后直接开始行驶 就我就这样跟着跑了 大概两到三公尺 男同学模拟还原 要搭公车上去 结果他的手跟包包 被车门给夹住 整个人惨遭脱行 有点可怕 门和手被夹住 拖了那么长的 感觉人生跑马灯 已经开始跑了 就第一次怕我毁龙 那严重一点 可能就踩空 就直接被拖着 就写漏模糊那种感觉 就读大学的许姓男同学 七号晚间 搭乘台中客运公车 准备回家 结果七点五十要发的班次 他看到四九分就出发 他从后面一路追赶 结果后车门瞬间关上 他的左手跟包包 当场被车门给夹住 他自己也被拖行了二到三公尺 结果一上车 司机当没这回事 有可能是故意的 因为前一天 他就已经四十九分 就提早发车了 那我很不爽 我就去投诉他 结果他可能有发现我 他说前一天 已经一次提早发车 被他发现 他打一九九九 市民专线去投诉 隔天又遇到 同路线公车提早发车 怀疑是被司机下院报复 到底有没有提早发车 业者跟乘客各式己见 强调不会刻意针对哪位乘客 不过还没等到车门关闭就发车 恐怕也已经违反规定 台中市交流局表示 发车未等待车门 完全关闭及起步 导致夹到乘客物品托行 以衣归处分 要求业者加强军练 并重新调校时间设备 避免争议 而对男大生来说 每天往返的搭车路线 却被车门夹着跑 无论是否被针对 心里难免都会产生不小阴影 多谢李湘敏 陈泰佑在台中早报道 警方带回派出所的这一刻 他似乎还是很不甘心 原来眼前这名老翁就是他 25号一名55岁富人 在基隆搭船104号公车 结果就在二线循环站 准备下车时 指控这名60多岁老翁 不只对他口述二言 人身攻击 甚至还直接动手动脚 但面对指控 老翁也有话要说 他自己转身以后 没站稳跌倒了 所以我在前面 我根本不知道 我今天讲坦白话 我在车上被你无理的阻挡 你也不前进 你明明欺负我老人家 欺负的人到家 我是有这样子一下了 我知道他不会受伤 为什么 这是像体的 反控是对方自己没站稳 才会摔下车 强调自己是冤枉的 经警方通知道案 已经制作完笔录 或许警方也将依照伤害等罪嫌 韩宋 基隆地检署检办 董事长 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 我真是无妄之宅 真的 我要下车 你不让我下车 警所外 张姓老翁愤愤不平的说者 25号他在基隆一部公车上 和富人发生了纠纷 老翁被富人女儿提告 被远警通知 道案说明 你移动比我还动 那的话呢 然后的话你是有五人啦 你站在手中 你那边都会打我的啊 当时画面两人拉扯之间 重摔到公车外 55岁的富人女儿控诉 当时70多岁张姓老翁 把妈妈拖下车 但张姓老翁不承认 你为什么不让我过 而且还反过来 恶恶恶地用眼睛 瞪着我说要找警察 请问一下 你任何人 会被招他欺负到这种地步吗 我持在这一度的火 可是我还是忍下 我也没有动手打他 我跟你讲 从头到底我都没打他 老翁说的正正有词 而事发当时影片 就摆在这 画面中老翁还对 跌坐在地的富人 重踹一脚 但张姓老翁不断强调 自己受的伤更严重 我是有这样子一下 我知道他不会受伤 为什么 这是橡皮啦 我被他压倒在地上 我都忘了 都不记得了 难怪 我说奇怪的 我好好的 我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呢 老翁秀出左膝的伤口 说就是这起事件造成的 富人的女儿怒皮 男子满口胡言 简直鬼扯 现在这些画面全都录下 当场也有众多目击者 一切交给司法判决 相信妈妈和自己站了住脚 肯定能逃回公道 东西新闻女国宝 附加新旭旅程 基隆报导 公车准备停靠道站 一名富人抓着把手 等着下车 不过这时 站在后方的老翁 不断对妇女指手画脚标骂 相当气愤 公车门打开后 老翁一把抓住富人 将她拖下车 两人当场重摔在车道上 富人的头部受到严重撞击 想用守护着头 没想到老翁还很踹 富人一脚就离开现场 夸张行径 全被录下 事发在25号下午2点 一名55岁富人 在基隆搭乘公车 准备下车时 造作一名60多岁老人挑衅 认为富人故意站在老翁面前 挡住她的路 甚至对妇女的身材 进行人身攻击 由于当时车速相当快 富人不敢乱走动 站在后门刷口处 就怕不小心会摔倒 也跟老翁表示 公车到站时 会先让她下车 没想到到站后 男子气急败坏 在准备下车前 先对富人不断标骂 而一开老翁将富人拖出车外 两人当场重摔倒地 老翁甚至在离开前 还狠趁妇女一脚就直接离开 富人的女儿 目前已经到派出所报案 相关照则还有待 后续厘清 东西新闻旅国宝基隆报导 公车停靠突然击煞 瞬间碎片喷飞 所有人都吓到 仔细看公车当下 停靠站却开过头 撞上机车行雨遮 乘客实在惊魂 赶快跑下车 司机抬头看 这下待机大雕 这一撞公车右车头 直接被削掉 更惨的是民宅雨遮 被撞击几乎 就连铁架也被撞歪 从柱子被连根拔起 轮胎压到人行道你看 再切出去啊 这就是痕迹啊 然后撞 它的轮子撞 车头这样整个撞上来啊 整个都坏掉了啊 刚清完而已啊 当时公车本来要停靠站 但是却开过了头 还一路越开越往路边 现场也留下了长长的轮胎痕迹 一路在人行道上 最后车头直接撞上民宅雨遮 事发在17号下午一点多 这台公车要开往景文科大 却在经过中和中山路二段 发生自撞意外 当下车上10名乘客下坏 幸好都没有受伤 司机没有酒驾 他向警方攻撑 因为当时车上有年长者 所以想靠路边停 没有注意到上方才会酿货 过站要停停公车嘛 那整个急切进来 撞上人行道啊 撞到雨遮啊 雨遮一撞摇摇欲坠 机车车行老板赶紧先用绳索固定 等待人员拆除 就怕掉落打伤人 后续得和公车业者谈赔偿 只是回想当下 感觉公车就快撞进来 机车车行老板员工吓到 车上乘客也惊吓 公车新闻蔡警员 今天在新北市报导 一言不合竟然直接动手 14号下午5点多 从大平陵捷运站往中和方向 796号公车 在快要到景安捷运站的时候 一名阿伯突然在后门大叫开门 可是已经过战 于是司机继续往前开 并没有打算停下 这让阿伯非常不满 直接冲到前门 和司机大声呛响指责司机 为什么不开门让他下车 只是这样似乎还是不解气 阿伯忽然动手打中在开车的司机 而司机当时正要转弯相当危险 直到他下车后 司机才告诉要下车的人 下车慢慢走 你们也看到我被揍了 语气中满满无奈 而这些画面也都被坐在最前面的乘客 统统录了下来 画面曝光不少民众直呼 司机大哥实在是辛苦了 东城新闻综合报道